大家好,我是家里美出国的老家梅子 3月11号,美国1-5的法案终于拜登签署了这样一个法案 相当于说1-5的这个投资移民区中心的计划正式重启 那么我们再把这个信息再确定一下 首先投资金额对于所有新的申请目标就业区TEA的最低投资是80万美元 和我们之前说的一模一样 然后无论你然后非TEA地区的投资额是105万 投资金额每5年会随着通货膨胀而增加 这是一个部分的问题 第二关于组付条款新的法案就是 组付条款就是说新的法案它保护你已经向移民局递交了I526的投资人 以及在2026年9月30号之前递交I526申请人的新投资人 也就是如果在这个日期之后区域中心的计划再次暂停 那么在这个之前已经递交申请的投资人仍有计划继续EB5的流程 第三预留签证 新的法案规定在每一个财政年度会预留一些签证 20%使用于农村地区 10%用于城市高失业率地区 20%用于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 剩下的68%则先到先得 四就业机会的创造 每个项目都需要有10%的就业机会 间接就业机会最多只能占90% 如果项目的建设时间少于两年 则最多在间接就业这个部分只能占75% 此外关于投资安排的部分 美国移民局的许多解释 根据先前的法律受到受到受到 受到法律的约束包括禁止赎回和债务安排以及赠予和贷款投资基金 这购买公开发行的债券 这些是不再符合资格 另外关于调整身份的部分 已经在美国合法居留并有资格获得签证的投资者和家庭 可递交投资身份的申请 1比5投资者可以与其他的就业移民一起 在申请调整身份的时候 可以免除长达180天的身份违规行为 那在这个新的法案里面 我们其实要关注的几点 我们一类的同行同业者 都对1比5新的法案这样的一个规定 对这个1比5新的法案前景表示不看好 而为什么 首先我们这里面有几个重点 1比5的投资额涨了 我们如果说退回到前面新的法案 我们中间有一段时间是80万 但是随着1比5的法案 失效以后 1比5的投 这个整体的项目的投资额 是退回到50万 但是现在1比5的法案升上了 投资额又实际上还是提高到了 80万和105万 并且它每5年根据通货膨胀率 每5年这个投资额还要增加 所以也就是说即使 现在是2022年 每5年也就是2028年到2029年 如果这个法案继续生效的话 有可能说延期继续先执行 那有可能五年以后 这个投资额还要往上涨 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那现在来投资肯定是80万和105万 第二关于T1A和非T1A的这个界定 实际上和旧的1比5的法案是有差异的 就原先按照旧的1比5的法案来看 TA和非TA地区和现在新的法案 对TA和非TA的界定是不一样的 但是移民局没有给出具体的一个描述 到底什么是TA 到底什么是非TA 所以这个现在是一个未知 因为没有具体的描述细节 肯定和以前是不一样 有所区别有所差异的 然后新的这个移民法案里面 让大家最悲伤感到悲伤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这个预留签证的部分 实际上新的法案说了 它有基本上是会有2000个名额 2000个名额会预留给 预留给什么农村地区啊 城市高适应地区啊 还有先到先得 这个就听起来很奇怪 这个2000个签证相当于是没有排期的 在1比5的里面是没有排期的 那它就相当于就是 68%要先到先得 那基本就是2000个签证 就是就就就就就没排期 给了一些人 那至于这些人 他们按照他这个界定 到底怎么来界定 2000个人没排 1比5没排期 我们谁也不知道 因为他还是没有详细的描述 那这就对及时祖父条款的生效 我先前面我是50万投资的 我后面申请还是50万 就这个意思 但是这个2000个签证先到先得 基本对于我们之前已经申请的 1比5在排期中排队的 我们的申请人来讲 基本是享受不到这个福利 所以相当于有2000个名额 就又莫名其妙的没有了 反正跟我们没关系 但是只会只会拉低我们排期的进度 所以这些是对现行1比5项目 我们业内比较悲观的一个界定 那所以其实整个1比5的法案 看起来的话 就是说目前还有很多的细节 没有确定 刚刚我们讲了 TA和非TA地区的界定 第二这2000个签证 先到先得没排期 它是怎么来界定 谁能够吃到这个蛋糕 没排期 我们主要说的是我们中国申请人 所以主要是这两个部分 然后如果说80万的投资额和105万的投资额 还要等10年甚至更久的排期的话 那么大家真的应该把目光转向EB1C的投资 不管最好是在国内一步到位 实在做不到一步到位 那么就是相当于我们先在美国收购一个企业 它符合EB1C的要求 并且也没有排期 整体下来的费用也是80到100万 我认为是肯定能搞得定的 那就完全EB5的这个 它的这个怎么说 它的这个机会就完全失去了 谁也不愿意在10年 把100万美金投资到10年以后 再去知道它的结果 那如果有100万 肯定是先把这个蛋糕吃下来 而不是等这个花到10年以后才开 因为10年以后开的也不知道它接的是个好果子还是坏果子 大家能理解吧 好吧 以上是加拿美出的老家梅子为您带来的EB5新法案的解读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有关于美国移民或其他国家的移民咨询 也欢迎联系我们加拿美出国 我们客服微信仍然是18186129682 18186129682 我们加拿美出国的愿景是成为专业的海外融入 及投资服务商 也欢迎您有幸成为加拿美的客户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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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